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今天我要教各位我自己的樂團迷、星星樂團的歌曲 離開這樣子的生活、吉他的教學 那麼在這之後我也會利用這首歌 來做其他單元的一些教學 那麼到時候請大家注意一下囉 首先來注意一下調音以及移調夾使用的部分 我的吉他現在是正常的調音、降半音 然後夾第二個格子 所以如果你是正常的調音的話 那麼請你的移調夾夾在第一個格子就可以了 這一首歌的和弦其實都很簡單很基本 那麼只是我會在這些基本的和弦上面做一些使用上面的變化 那麼到時候再請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個部分前奏、主歌以及尾奏的部分 彈法上是一樣的 八個小節為一個循環 首先第一個小節 接著下一個和弦第三拍、第四拍 一樣的彈法 接著下一個小節 第三拍還有第四拍 所以前兩個小節接起來就會長這個樣子 接著在第三個小節、第四個小節基本上是重複的 那麼只有在第四個小節的時候會有一些聲音上面的變化 我們來注意一下 首先第三個小節是一模一樣的彈奏 接著在第三拍、第四拍的時候會有一個泛音的彈奏 OK再一次在第七格第二條弦還有第三條弦 然後接著彈奏更音 第五條弦第七格 然後接著在第三條弦還有第四條弦的第五格只彈奏泛音 然後這時候一個經過音的更音 在第五條弦第五格 再回來彈第二條弦還有第三條弦的第七格泛音 所以再看一次第三拍、第四拍就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第三個小節、第四個小節加起來就會長這個樣子 接著第五個小節還有第六個小節 是重複第一個小節還有第二個小節的彈奏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直接跳到第七還有第八 那麼第七個小節彈法上其實也是一模一樣的 C和弦還有D和弦 接著在第八個小節的時候 我們就刷一下就好了 最後在彈法上面 我喜歡在這上面加一點節奏感 所以其實我不會彈得那麼乾淨 而是我會增加一點刷的一些感覺 所以我會用我的手去做極旋的動作 所以它彈起來就會長這個樣子 接著副歌的部分其實很簡單 主要就是同樣的和弦 然後再做一些刷法上面的彈奏 然後刷法上面其實你可以自由的去感受節奏 然後去做你想要的刷法 那我先提供一個大致上你可以這樣子使用的一個刷法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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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下 上 下 下 下 上 大致上你可以先使用這個刷法下去做全部的彈奏 首先第一個小節 第二個小節 注意一下第四拍 我會這邊食指和無名指是按一個八度音 第四條弦基本上我會用無名指把它擋掉 所以意思是我可以利用第二條弦還有第五條弦這個八度音 去做一些旋律上面的一些變化 OK 所以等一下我就會在這一個和弦就會在這上面做一些變化 所以第二個小節第一次變化是會移到第三個格子 食指在第三個格子 從第五格移到第三格 所以它再看一次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接著第三個小節 接著第四個小節 有沒有 有沒有 後面兩拍就從 第五格換到第七格 然後第四拍就會到第八個格子 OK 接著第五個小節 在C和弦上面增加一個旋律 剛剛我們已經到這個旋律了 OK 所以我們就延續這個旋律 在第一條弦第三個格子 加上這個音 下去做彈奏 下一個和弦也是一樣加小拇指 所以第五個小節 第一個和弦還有第二個和弦 接著第六個小節延續高音的旋律 所以我們按法改變成這樣子 第一個拍子 小拇指會按到第一條弦第七格 第二個拍子 獅子會按到第一條弦第五格 第三個拍子 小拇指會按到第二條弦第八個格子 接著第四個拍子會按到第七個格子 所以會長這個樣子 接著第七個小節 回到正常的和弦 接著第三拍D和弦會先按這個 第四拍會按這樣 所以第七個小節的彈奏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第八個小節就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全部彈奏一次 接著第七個小節 接著去到八個小節 接著的五格小節 接著大體 接著的五格小節 接著是三格小節 阿弦 接著是四格小節 下一個段落是橋段的彈奏 那麼我們在和弦的按法上面以及刷法上面都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我們先看看刷法上面它會長什麼樣子 下 揮上 下 上 下 揮上 下 下 下 上 基本上它就會以這樣子的刷法為主 下去做變化 那麼第一個小節第一個和弦 第二個小節 接著第三個小節一模一樣 第四個小節一樣是C和弦 那麼只是在第四拍它會有一個負點拍的彈奏 會長這個樣子 分別會落在十六分音符第一個拍點以及第二個拍點 第一個拍點做一個切音 第二個拍點做一個彈奏 所以它會長這個樣子 第五個小節一樣是B7和弦 第六個小節一樣是C和弦 接著換到G和弦第七個小節 接著第八個小節以及第九個小節 刷法上面會稍微不一樣一點點 它會這個樣子彈的 下 下 上 下 上 下 下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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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讓我們全部彈奏一次 讓我們全部彈奏一次 喬段過後接著又進入到副歌的彈奏 喬段過後接著又進入到副歌的彈奏 那麼後面四個小節其實就是 情緒比較激揚會變回刷法 然後你可以很暴力的去刷 把情緒帶得很高這個樣子 首先在前四個小節會是以泛音的方式彈奏 主要跟主唱的旋律一起去做搭配呼應 前兩個小節 第三個小節 第四個小節 接著第五還有第六個小節 會開始慢慢的把和弦加進來 第五個小節是這個樣子彈的 第六個小節 第七個小節它是這個樣子彈的 第八個小節開始加刷的動作 最後又回到副歌做最後一個段落的彈奏 它會長這個樣子 字幕提供 第四個小節 第二回到副歌的展望 就是這個樣子彈奏 一段落的彈奏 時又回到副歌是 正式彈奏 第一段落的彈奏 第二個就是五點 항 回答的彈奏